善男子 温佛名者 得其中子 居足因缘 便得受尽 言语简单 只有十六个字 说得清清楚楚 温佛名者 这个佛名就是阿弥陀佛 你听到这句佛号 见到阿弥陀佛的形象 随见色闻身 阿赖耶里头 就有阿弥陀佛的种子 这个种子 就是佛中心 为什么呢 将来你只要居足英语 种子就起作用 它就生涯 它就茁壮 它就开花 它就结果 结果叫手机 都是听到这句名号 音声 种下的种子 名号 功德 不可思议 这句话不是假的 不是夸张 不是在那里 自己赞叹 自己不是的 完全是事实 千真万确的事实 能够相信 那是大福的应远 一般人听了 只是种个种子 不能起先去 为什么呢 没有福德 没有应远 所以 世尊在弥陀经上说 不可以少善根 福德应远 得生必顾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要多善根 要大善根 要多福德多应远 那个福德应远 是生生世世 累积而成的 可是有人 真正有福报的人 他在一生当中 他就把那个福德 累得 够多了 累得差不多了 就能赶得 福给他收集 有没有这种人 有 好像还不少 抓到这一句佛号 从早到晚 他就念个不停 事出事件 一切事 他不理会 这种人成就了 叫阿公阿婆 我们学他行不行 试试看 学不像 早年李老师就跟我讲过几次 他很想学瑜 几十年来 学不像 学瑜可不容易 学上上根 聪明智慧 学不得 学下瑜呢 哎呀 跟那个一样呢 也学不得 所以学佛 必须要知道自己的根性 上上根 学不到 算了 别学了 下下瑜也学不到 也都把它放弃 那么 这本当中的 榜样很多 释迦牟尼佛就是做了这个榜样 完全 视线成一个知识分子 那就是我们的好务法 感谢观看